大美人關芝林近年由娛樂圈轉戰時裝界 還早說明不會再拍戲 令到不少粉絲都很失望 不過芝芝這日出席慈善晚見 突然口風一轉 表明樂意參與拍攝電視節目 例如旅遊、飲食、輕鬆的 那些嗎? 看看吧 如果很適合我的就會 如果不是的話就看看吧 如果真的很適合我的性格 之前我做過一個節目 我覺得挺好玩 有文化的東西 說文化的東西 就比較適合 如果只是玩的就一般 要看看那個劇本 對 如果就是吃東西又不好了 吃東西很肥 芝芝上節目可能還要等 但聽鴨姐汪明荃唱歌 就不用等很久了 事關她又快離開表演了 其實我在五月尾 一個年三月 是跟香港中海的音樂會 是 三場的 是 支持一下吧 好 好 好 會不會有少少戲曲那邊 或是流行曲 這次的演出是流行歌曲 是為主的 會不會請嘉賓 不會的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音樂會 是 我也知道 芝芝每次的衣服都很華麗 會不會說這次都要設計做一下 暫時我未有一個同學 即是未有一個款式出來 是 會有的 一定有的 是 咦 不請嘉賓 那豈不是看不到 芝芝和秋冠鄭少秋 再度同台的風采 不過黃金拍檔又不止他們 最近任賢齊 就和鄭秀文合作拍戲 小齊還說Sammy 令她眼前一亮 我看到Sammy 她那種演員和歌手分清楚之後 因為你知道Sammy是天后 有那種光夢和霸氣 但這次她又做一個 分工的旅行士的OL 她就喜歡自己 修煉到很濾向 很溫柔 哇 我完全 眼前一亮 幾乎都認不到她 其實由歌手轉戰演員 真是一點都不簡單 就好像鄧麗欣一樣 雖然在金像獎的頒獎禮上面 輸了被無信軍失落影后 但是方力申依然力撐舊愛 會不會都有問候一下她 其實我覺得 不要說什麼失不失落 我覺得對我來說 輸給任何人都 沒有所謂 因為我覺得提名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加許 輸了就輸了 我就繼續努力 因為我們演員不是為了 獎而去做戲 我們演員演戲工作是為了錢 是吧 所以其實 我不覺得有很大的影響 繼續努力 其實在這晚的慈善晚宴上 出席的嘉賓還有曠美雲 呂良偉 蔡家綻和汪元婉等等 場面認真聲光嗨嗨 好 不